您的花 谁送的 既然你人没有找到 还打了我 我想现在有必要认识一下了吧 你不需要认识我 郑静男 看来这世界真的是太小了 也许我们两个之间 注定会有什么缘分 不好意思 我不想和你有什么缘分 袁小姐 你好像对我很有成见啊 是啊 但我觉得袁小姐并未真正地了解我 如此拒人于千里 是不是有点太主观了 既然是副总介绍你来的 那我想要不要多留一点时间给彼此 好好了解一下 没有那个必要 副总那里 不该说的我不会说 袁小姐 我好像很难改变你对我的初始印象啊 是 你可以自信一点 你 你 在哪里 你 你 我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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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 你 你 你 那你还是洗洗睡吧 袁总 副总在楼下咖啡厅等您过去一下 对了 袁总 您的花 谁送的 郑静男 追求者 跟你有关系吗 当然没有了 就是问问 别那么紧张 老师 小姐 我们所有人都不信